大家好,我是明仙 是个地道的福建人 今天分享福建这边受欢迎的小吃福顶肉片做法 首先准备500克的上等瘦肉 先把它切小块 切啊切 全部敲好放入角落机里 盖上盖子 把它搅得碎碎的 然后倒入干净的大碗里 调入一小勺盐 鸡精 3克小苏打加小苏打石肉更加细嫩有弹性 然后分三次倒入一碗冰水 用锁抓棒煎盐石肉吸收冰水 第二次倒入冰水 抓啊抓 第三次加入冰水 把肉馅搅拌至上进 加冰水使肉质更Q糖 再分三次倒入红薯电火 每次一勺 用大手充分的抓棒均匀 第二次 第三次 再用吃奶的力气抓棒均匀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再准备香菜 葱花姜丝紫菜 泡椒二个 挖一些肉馅换刮板上 起锅烧开水 用筷子把肉馅刮到锅里 刮下去的肉馅它会立即浮起来 全部放入用铲子推动两下 水开煮三分钟就熟了 先关火备用 碗中放入泡椒 姜丝 葱花 紫菜 香菜 调入生抽 橙醋 盐 鸡精 然后倒入煮熟的斧顶肉片 再搅拌均匀即可享受美食啦 福建特火的小吃斧顶肉片做好啦 做法简单 营养丰富 肉片Q糖滑嫩 汤鲜味美 早餐来一碗 能让你胃口大开 小为我们一起去摆汤吧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好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 我们明天见